对于字符串 C元提供了很多函数 来帮助我们处理字符串 这是在C的标准库当中的函数 所以理论上说 所有的C元的发行版本 都应该带有这些函数 这些函数的圆形 在一个头文件叫做skin.h 所以和我们之前 做printf scanf一样 那时候我们要include stdl.h 现在我们要使用这些 字符串的处理函数的时候 需要include string.h 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些 非常常用的函数 这里列出了六个函数 我们不仅要去看 这六个函数是干什么的 我们还会去看 其中的一些函数 它们到底可能会被写成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的第一个函数 叫做strlen 所有的strlen函数 你已经看到都是str开头的 len的意思是lens 所以这个函数会告诉你 那个字符串 它的长度是多少 我们说过 作为参数 数组的形式和指针的形式 是一样的 因为数组传进去也是指针 所以我们在这儿 全部都用指针的形式 来表达了 在这个 类型的前面有一个const 我们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如果你希望那个函数 不来修改 你传进去的数组 那么你应该把它写成const 所以在这儿 strlen 它的作用是告诉你 这个字符串有多长 显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不会去修改你的字符串 所以这个const的意思是说 我保证 strlen 保证 不会修改你的字符串 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函数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我们做了一个字符串 我们用数组的方式 因为我们希望它就在这儿 它的内容是hello 我们知道hello一共有五个字符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strlen的结果是多少 我们顺便也要看一下 它的sizeoff的结果是多少 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它说strlen给我们结果是五 因为这儿有h-e-l-l-o 正好五个字符 而它的sizeoff也就是这个数组 编译器替我们数出来说 OK这个数组需要占据多大的空间呢 它是六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反斜杠en 那个结尾的零 那我们关心的事情其实是这个 这个strlen 大概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写出来 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把它写得出来呢 如果现在我们想要实现一个说 我们这儿有一个函数叫做mylen 它需要有一个cons的chr型s作为输入 我们应该怎么去写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可以用它来代替这个strlen 我们要一个mylen 也能够给我们得到五的那个结果呢 我们想我们现在要写的程序是 我们要去数出s所指的那个地方 有多少个字符 对不对 我们知道sizeoff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现在我们去求sizeoffs 我们得到的是sizeoff的指针 指针的所占据的那个大小 所以在这儿我们需要怎么做 首先当然我们需要有一个计数器 然后我们要做的心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写了hello 这五个字符在一个字符数组里 最后还有一个反系纲n 我们需要去便利这个数组 这是一个chr型 对不对 这个指针指向的这儿 我们要去便利它 什么时候便利到这个 我们便利的我们访问的那个数组的下标 那个单元是零了 表明说它已经到头了 那么在那个之前便利的每一步 我们让CNT加加 最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我们来试试看这个代码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事情是说 我们要做一个便利 我们要做个便利 我们要对那个数组做便利 可是我们又不知道那个数组有多大 如果知道有多大 我们用for循环 不知道有多大 我们可以考虑用while循环 在while循环的每一步里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OK 我们当然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index 它从零开始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说 在循环的每一步 我们要让index的指向下一个 顺便我们的CNT也要加加 当然最后我们就可以返回那个CNT了 那条件是什么 s是一个数组 它的index这个下标 也就是我们便利正好到的那个地方 不等于这个零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我们就要继续下去 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就要继续下去 我们先来看看 如果这么写答案对不对 这是对的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while循环 去便利我们的这个字符数组 便利我们的字符串 找到那个零 在那个之前 这个零那一次 当然我们没有把它加 没有做加法加进去 所以在那个之前找到的所有的字符 加起来就是它 当然 这一段strlen有很多可以简化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看到idx和CNT同时在做加加 好像没必要 我们有一个就可以了 所以不妨呢 我们就只要那个idx了 我们返回的也是idx OK 这当然还是对的